看看那边后场区的歌手 准备得怎么样了 小山 大家好 大家好 鲁玉哥 苏长 你们俩是怎么了 吓到我们的嘉宾了 知错药了吗 是 你看我们这个后场区呢 大家本来是很热闹的 被你们俩的歌手 就真的震住了 大家看他们吓到了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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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刚才 不是这样讲的呀 我说吓到了 真的吓到了 对 只能背后说人家换话 刚才不是这样 你们俩要不要加入一下 我们的后场区到这里来发发疯 对 我跟你讲 其实陈明杰也是完全可以用河南话 创双绝对的 对 这很好香 陈明杰你来一段 对 我跟鲁玉可以完全可以 组成一个杂档 然后做一个组合 对啊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唱 双绝棍 双绝棍 河南版的 河南话版的 谢谢 谢谢 好了 待会儿看你们在舞台上 大家喜欢请抓紧时间 为这首歌来投票 这首歌我觉得是很张伟的风格 对吧 就是这种很激情的这种感觉 不过在舞台上说实话 是这种激情的感觉更讨巧 还是像比如说 萱萱或者明杰这种很有气质的 很含蓄的更讨巧 萱萱 你第一个发言 不要不好意思吗 来 来 萱萱你先 然后每个歌手也有他自己的风格 对 我觉得主要是他能够站在舞台上 瞬间就抓住观众的心 对 那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你怎么样 博文还有晓鑫 你们俩感觉就是那种 我们都可以 动静都可以 是吗 是这个感觉吗 你这么聪明呢 还真是 水洋味啊 有吗 真的啊 我还刻意控制了一下呢 控制一下 控制一下 别控制 别控制 真的 对吧 我觉得唱慢歌 就首先要唱到人心里 唱快歌 大家爽嗨就可以了 有道理 小鑫觉得呢 对 其实大家都觉得 唱快歌可能会比较讨巧 因为现场气氛会比较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说 唱快歌在现场唱 真的会需要考一些功力的 它不是那么好掌握气息的 所以张伟刚才那个 我觉得唱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有这种固定的自我的手势 就左手一定要张 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样 这样 要从后面 对不对 就是非常的独特的一个 自我的一个模式 我觉得非常好 非常好 是 他唱得很尽兴 我们听得也很尽兴 没错 没错 对 但是呢 我们这个每一次呢 都有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一定要难为他一下 不能唱完就算了 我们出个题给他 好吧 来 第一道题 要不然 明杰你出马吧 给张伟考一下 怎么出啊 这什么题目呢 来听一下 这个题太简单了 是有多简单 特别简单 来 张伟听好 好 我们先听音乐 王菲的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 简单的适着 因为爱情简单的适着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你们三个人 你们三个都够了吧 你们三个都够了吧 好 这个 一种演 是问我们什么问题啊 这歌我们太熟了 还没说的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在张伟的掌握之中 好 听一下 请问因为爱情是哪部电影的主题曲 这个简单 好简单啊 是什么 你不知道 这么简单 王菲 因为这几年的太火了 到处演出的没看电影 而且没找到女朋友 没有遇到过爱情 他在故意的 他在故意的 是什么 你们喊个一二三 一起喊他才能听清 好 来 一二三 叫爱情简单 又是一个手势 又是手势 又是手势 恭喜所有的歌迷朋友们 你们回答正确 等一下台长有奖品给你们 好 好 说话算话 好厉害 将爱情进行到底怎么样 明杰 没错 就答案非常正确 将爱情进行到底当中的主题曲 答对了 我觉得小山一定是你的粉丝 出了这么简单的题 谢谢你们 谢谢 下次出一个难点 好了 那MSC男团今天带来的 也是一首新歌 Only One 其实他们当中有一些 已经单独的来打过榜的 比如说这个谭剑次 王浩等等 都是到我们这里来 对 Solo打榜 而且他们打榜的成绩都还不错 对 但是终于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合在一起 在歌在舞 Only One 是的 那赶紧来 有请MIC Only One 有请 大家好 我们是MIC 很高兴能够再次来到 全球中文音乐榜上榜 那确实是时隔两年 我们再一次带着我们的团体新作品 Only One 回到这里 希望可以在榜上榜的舞台上 取得好的成绩 也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们会喜欢 谢谢 谢谢 297 刘伟 学 Brig 205 宁 好像就这样一直到永远 Oh my baby you're my only one 脑海全是对你的想念 想被咬过一口的甜甜圈 不会有任何的结束变 那就俗气的forever 为什么我现在觉得没有那么over Oh no 是因为我们同频率的心跳 想象不到有如此轻调 看见你会情不自禁的笑 那应该是幸福的来到 Oh my baby you're my only one 浪漫是抱着你转圈圈 我们演绎着那首爱不完 好像就这样一直到永远 Oh my baby you're my only one 脑海全是对你的想念 上面要我一口的甜甜圈 不会有任何结束 I was a broke up a few days ago Life like a young fox just turned a pro She told me be strong I know life goes on Come on Let the rain wash the pain All the pain of yesterday Be careful just put it away Nobody losing control Love always saving my soul Can't stop everyday blow Somewhere I had to go Somewhere I had to go Nobody losing control Love always saving my soul Can't stop everyday blow Somewhere I had to go Somewhere I had to go Oh too old for real 这像是中了毒 不可救药的让人羡慕 让人嫉妒 Oh no 不愿意让别人多看你一秒 想象不到有如此微妙 感觉你会忘记失所喧嚣 Yeah 那一定是幸福的来到 Oh m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 浪漫是抱着你转圈圈 我们也拎着那首爱不完 好像就这样一直到永远 Oh m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 脑海全是对你的想念 像没咬过一口的甜点圈 不会有任何的结束点 Tell me baby 你会想我在未来的每一刻 I miss you Oh 没有什么困难能够 轻易把我们分割 Every night I had the feeling I will marry you Tell me I do 从口词为you will never know Oh m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 浪漫是抱着你转圈圈 You will never know You will never know 好像就这样一会就断开了 Oh m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 浪漫是抱着你转圈圈 You will never know Oh my baby you are my only one Yeah Or only one Yes Well only one Create me baby 謝謝 谢谢 谢谢 MAX男團 谢谢 也不知道你们用的是什么冰箱 小鲜肉一直都那么的鲜 永远保持青春 谢谢 抓紧时间为她投票 幸福是什么 我觉得以前就觉得 陈铭姐唱歌很好 你刚才看不看她的表情 还挺俏皮的 幸福就是年轻 陈铭姐刚才的歌 太年轻了 所以张伟刚才就提出个问题 什么问题来着 说 不好意思说吧 陈铭姐到底是 九几年的呢 得到答案了吗 可能是零零后也说不定 太年轻了 这首歌的感觉好像 他以前有首歌 在快乐老家 大家都听过吧 有点像有没有 你这么含糊也没听过 你没听过吗 你唱一下 我听一下 你们怎么回事 这一个段子吧 第一句 一二三四 跟我走吧 说走 你觉得想到底是谁的歌 你刚刚好像说 你要怎么样澄清一下 怎么了你刚才 对 我觉得他们都针对我 说方言就挤对我 为什么 他说你这么帅 然后穿的衣服这么板着 然后小头型弄的 怎么一说话就减分 没有 你普通话是我 不要再笑了那边的人 是吗 好吧 刚才张伟在上面唱歌的时候 陈铭姐跟你出了一道难题 对不对 对 你要不要报仇呢 然后还有很多鲁鱼哥还说 好简单 下次你不要再笑了 你的表情也够了 这么简单你还答不出来 来 我们给你个机会好不好 好好好 报仇雪恨 来 这一波我们让张伟给陈铭姐提问 两个题好好选 好好选 男左女右 眼神交汇一下 眼神交汇一下 要选择了右边 是什么题目呢 说陈铭姐到底是酒几的呢 好 请回答 请听题 嗯 请问下面这首歌曲 哇 又是一首音乐题 下面这首歌曲 是哪部歌剧的旋律创作来源 是哪一部歌剧的创作来源 茉莉花 茉莉花 有难道 有这段旋律 这是我 这是我的老家的歌 我是江苏人 是我的老家的歌 近来歌迷真的是全都是智囊团 你们真的好聪明 就帮手 是什么呀 好厉害 我再追问一下 本来是一个选择题 你们知道 你连念选择题的机会都没有 我是为什么找到这个音乐的旋律的 知道吗 知道吗 听我知道了 你看 反问回来了 是当时很多年以前 有一个中国大使 在咱们中国做秘书 他在一个中国游记当中 发表了这个中国的这种民歌 被西方的很多人听到了 茉莉花 后来普希尼把他用到了这个歌曲当中 恭喜陈明杰 答对了 谢谢 谢谢你们 谢谢我的青囊团 谢谢小珊 谢谢小珊 唱的我的他加他打网歌曲 如果大家喜欢请抓紧时间投票 你知道我们上一周 就是我们的编导统计一下收视率 就发现王波文这一趴收视率特别高 可能是因为他是小鲜肉吧 对啊 我只要想告诉他就是那个可以别唱歌了 告别歌坛吧 对 告别歌坛吧 你还是去演戏吧 把歌坛留给我们吧 少一个是一个 对 因为他脸真的太小了 好小的脸 很适合 很上镜 对对对对对 怎么样 你们两个看到这个小鲜肉有没有压力啊 压力倒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你也是 不 我不是 对 我已经老蜡肉了 对 已经老蜡肉了 但对于王波文这样的弟弟来讲的话 我觉得 弟弟 对 当然小弟弟了 对 就是张伟 张伟 快快快 他已经讲不下去了 带着恨意 就在这个年轻人面前来讲 是94的嘛 然后 咱们应该别只把自己停留在这个老蜡肉 可以当一回回锅肉 记得回家服面膜吧 问问他服什么 好好好 我们接下来呢 还是要给他抛出一道问题来 最后一个题了 给小鲜肉 小鲜 老蜡肉给小鲜肉提问吧 来吧 到底抽哪张 只有一张了 好 好 博文听好了 这套题非常难 连环问题 再要跟谁干嘛 连环问题 对 请问接下来这首歌曲 第一个问题是谁演唱的 第二个是 这首歌曲引用于哪部音乐作品 这是第二个问题 哎 你认为完了吗 还有第三个问题 啊 谁编的曲 该作品的曲作者是谁 真的假的 你可能有仇啊你 你挖到宝了 来 听了听了 听了 不过是一件 小鲜的东西 谁唱的 这是谁唱的 没有什么了不起 没了 好 用东北话回答吗 对 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问题是 听听听 谁演唱的 谁演唱的 我觉得可以给你一次机会 不要给我机会 你给人家那么多机会了 我给你一个提示 你听这个音色 评一下 辨别一下 这个女歌手 乐坛大姐大 什么交情 什么交音 谁 所以说你就不要在一个弹呆了 你真的不要在一个弹呆了 有人帮你了 第二个是 这首歌曲引用于哪部音乐作品 源自于哪个音乐作品 再给你一次机会 又不知道 还有人知道的吗 还有关注我不知道吗 那位大姐把头埋了下去 坐在后面那位咬手的姑娘 是什么 卡门 卡门 是吗 太棒了 对吗 特别风情的 没错 这还有西班牙特色的 其实我知道 我就是故意告诉 让他说的 那还有第三个问题 还有 真有 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 第三个问题是 卡门这部作品的曲作者是谁 曲作者 歌剧卡门 歌剧卡门 曲作者 是M.I.C 我求求你了 别虐我了 好回答 脸都猛了 有知道的吗 音乐频道的观众 是什么 笔材 笔材的歌剧卡门 天哪 这你都不知道 你看看音乐频道的观众 多么专业 太厉害了 向你致敬 你们好厉害 向你致敬 真的太厉害了 而且第二现场 你们要知道 就是回答这个问题的是 张伟的粉丝 怎么回事 我想说的是 张伟 你的粉丝真的好有音乐方面的修养 张伟此时此刻心里想 我都不知道 他们怎么知道 他们学习的 音乐节目 真的是音乐节目 好 谢谢你们出的题 谢谢 谢谢小杉 第三名 MIC男团 Only One 恭喜 第二名 张伟 仪式独立 恭喜 获得第一名的是 陈明 幸福是什么 恭喜 恭喜陈明姐 恭喜陈明姐 来接受我们的奖杯吧 第一名的奖杯 获奖感言 谢谢大家 我今天非常开心 因为这么多年 有那么多的朋友一直支持 而且今天我非常开心 要跟这么多年轻的后辈们 一起站在这里 他们也是我们乐坛的 未来的新生力量 也是未来的主力军 谢谢他们能够给乐坛 带来最新 最好的音乐 也希望大家多多地支持 我们的原创音乐 谢谢 谢谢 今天的打网歌曲是 幸福是什么 幸福是什么 就是今天晚上拿到了 第一名的奖杯 没得到 谢谢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 所有今天来到现场的歌手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都很棒 好了 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是的 但是我们周一呢 就会公布新一轮的候选榜单 大家一定要记得投票 这样就有机会在这里 见到你喜欢的歌手了 最后让我们一起 喊出节目的口号 好音乐 世界都在听 各位 再见 拜拜 再见 我们下周见 再见 你和我 幸福是什么 逃离着不留 住在你眼前 躺在你身边 幸福是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珍惜 努力吞出真心真意 幸福也是 怕有你做面对失去 对明天不怀疑 我会不会让你去 这一会儿 感谢你 救命 吃着不中心事 我们下周见的